安主找到亲妹妹之后 范琴也带着瑶瑶 跟着他们去了陈峰那里一起 瑶瑶也转到和堂堂同一家幼儿园 只是不在同一个班级 这天瑶瑶突然哭着跑回来 哎呀 瑶瑶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摔跤了 给奶奶看看摔伤了没有 身上哪里疼 乖瑶瑶不哭了 不怕不怕 奶奶在呢 快告诉奶奶哪里疼 这时安主师傅也带着堂堂进来了 瑶瑶这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呀 刚才从幼儿园回来就是这样了 怎么问都不说话 只是一个劲儿的酷 真是急死人了 看瑶瑶这样子 该不会是在幼儿园被人欺负了吧 瑶瑶你告诉奶奶 是你以奶奶说的这样吗 真的有小朋友欺负你了 是 不是 不 不 不对 是 是 是 到底是不是啊 你这孩子 怎么连句话都说不清楚了 真是急死个人 瑶瑶你别急 瑶瑶肯定是受委屈了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别把孩子吓着了 瑶瑶姐姐你别怕 堂堂给你抹药药 痛痛很快就飞走了 痛痛飞痛痛飞飞 哇 堂堂你真厉害 真的不疼了耶 嗯嗯 堂堂很厉害的 要不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不然我这心里总是放心不下 这孩子从小身体就好 从来没有哭得这么厉害过 你奶奶别担心 瑶瑶姐姐没事 骨头没有断 身体里面也没有受伤 啊 这 堂堂这孩子很有本事的 很多医院没看好的疑难杂症 都是她给治好的 相信堂堂没错的 倒是瑶瑶这孩子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谁欺负你了 跟乙奶奶说 乙奶奶去找他们评评理 不管两人怎么问瑶瑶 都用来说 你这孩子倒是说呀 难道还有什么事 是不能告诉奶奶的吗 我答应了别人不能说 就要信守承诺 说话算话才是好孩子 哎呦 你真是要气死我 乙奶奶你别生气 姐姐信守承诺是好孩子 明天我就陪着姐姐一起上学放学 看看到底是谁敢欺负姐姐 哎呦 堂堂可真聪明 乙奶奶可就拜托堂堂了 嗯嗯 你奶奶你就放心吧 瑶瑶姐姐 我跟你一起上学放学 这不算唯悖诺言了吧 不算 谢谢堂堂 喂 外地妞儿 让你带的好吃的呢 还不赶紧拿出来 老师说不让小朋友带零食 吃了零食会吃不下饭 所以奶奶没有给我准备零食 我管你老师和奶奶说什么 我让你带零食你就带 你居然敢不听话 是不是想挨揍 不不不 你欺负人 我要去告诉老师 欺负人的都是坏蛋 不准去 让你告老师 我让你告 你要是敢去找老师告证 下次打你打得更狠 就是 你以为我们怕你啊 我们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幼儿园的老师管不到我们 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堂堂你快跑 他们是坏蛋 会打你的 我才不怕坏蛋 你们快放开瑶瑶姐姐 我去找老师 又来了三个死丫头 把他们抓过来 别让她把老师喊过来了 臭丫头你找死 堂堂小心 疼死了 快住手 你你你 你居然敢打我的小弟 你快点把瑶瑶姐姐放了 不然我就继续揍他们 大哥救命啊 我屁股好疼 她的力气好大 我的屁股都被揍成两半了 大哥你快放了那个外地妞吧 这 这 咱们快撤 老师快来了 老师你好 这三个坏孩子欺负瑶瑶姐姐 对 他们还打了堂堂和我 老师你要惩罚他们 这不是大胖大虎和二牛嘛 当年他们在幼儿园的时候 就横行霸道的 暴处欺负小朋友 好不容易盼着他们上小学去了 怎么又回来了 他们是小学生 不是咱们幼儿园的小朋友 老师也没办法管呀 听到了没有 怪丫头你快给我滚开 不然我告诉爸爸妈妈 让他们收拾你 坏了 这大胖的爸妈可都是不讲理的无赖 这要是把事情闹大了 可就不好收场了 小朋友们乖乖听话 快给三个小哥哥道个歉 打人可是不对的 好孩子不能这样 那他们三个也打人了 老师为什么不管 我不是跟你说了嘛 他们是小学生 要管也是他们的老师管 我可管不了 和瑶瑶姐姐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 她被欺负了老师也不管吗 瑶瑶这不是好好的嘛 没受伤也没少块肉 小朋友之间打打闹闹能有多大的事 但是你打人就不对了 快点把人放了 不放他们欺负人是坏孩子 老师帮助坏孩子也是大坏蛋 哼你厉害 有本事你去小学找他们的老师告状啊 五岁的小毛孩子还要翻店了 去就去 可是我不认识路 我认识就在我们学校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我也去 老师好 请问您是这三个坏蛋的老师吗 哦是我 你们三个怎么又逃学了 说了好几次怎么还是不改 刚才他们三个跑到幼儿园欺负小朋友 把瑶瑶姐姐都打哭了 他们可坏了 还想打堂堂和乔乔 什么 幼儿园的小朋友才几岁呀 你们三个也好意思 你们这是清零弱小 老师平时就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我就是看他可爱 逗他玩玩而已 又没把他怎么样 就是啊 老师你怎么可以冤枉人 上次老师就冤枉我们欺负同学 可那小子不是说没这回事吗 老师再冤枉人 我就告诉我爸妈 你们 反正你们逃学是事实 刚才我就已经通知你们的家长了 他们很快就回来了 我不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的爸妈说 老师你这是干什么 我一来学校就看到你恐吓我们家孩子 欺负人是不是 老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是来学习的 不是让你们欺负的 你必须给我们家孩子道歉 妈妈救命啊 老师他总是找查体罚我们 呜呜呜 我不想上学了 我没有 是你家孩子逃学 还欺负人家幼儿园的小朋友 我只是想教育他们而已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儿子在小学上课 怎么可能会跑到幼儿园去欺负人 这几个孩子可以作证 他们就是被大胖欺负的孩子 我作证 他们欺负瑶瑶姐姐 我和唐唐让你们停下 他们不听 还想东说打我们 对 而且他们还逃学 老师说过逃学的是坏孩子 他们经常抢我的零食 我不给就打我 还威胁我不许告诉大人 否则就要打死我 你们这些死丫头 当污蔑我儿子 是 感谢观看